这大概是我一天中 遇到最多巧合的一次 事情是这样的 3月10号 凌晨1点 我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 1点20 准时到达租车点 出发 1点45 我又回到了租车的地方 刚才有看到一个水杯子吗 丢了个水杯子 出事不利 凌晨4点半 到达河原 9点 区关绿湖 9点45 阳村服务区 停车检查无人机 看见了这个汽车小人 匆匆忙忙的样子 竟有点像我 10点29 我几乎是跑着上船的 你们怎么停了 坏了 坏了 刚刚好碰上了 11点05 18 20 25 11点40 来船了来船了来船了 11点48 我以为有快艇坐了 原来他是把我们的船 拉过去 嗯 快艇把我们的船 带到了一座小岛靠岸 很担心船的远舅 我下意识就是拿出无人机来拍 现在我的无人机 出现了百万故障 飞不起来 就是有直升机就好了 这一天好像都不太顺利 反正也得等 我爬到岛的另一边 看 真的好绿啊 这个水 看到鱼了 刚一靠近他们就跑走了 但是没关系了 不知不觉就放松下来了 12点50 救援船来了 听见这声音没有 远处这个小点 我真的还努力地走过来 换船喽 终于 遥控几个修复了 太不容易了 当无人机升起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这片湖那么大 颜色不停地在变化 有时候它是软的 像一块起皱的不臭段子 有时候是硬的 像一块巨大的反光镜面 湖水竟然可以直接合 集结要为 万里인이的 进去 你把一刺一刺 把绳子放到20米以下 据说那是广东 最好的大型水源 啊 就好像一个 天然大水狐一样 跑不瞎船了 1点50 达达木碧底 空气很好 很清新凉碎碎的感觉 于是 突然想去跑一跑 看好多花 一天大学生长 听一只水深 都跟我说这里的水好 所以这里的鱼很好吃 所以我就来吃桂花鱼了 3点25 坐快艇返程 我看见了直升机 真的 这也太巧了吧 刚下飞机 好怕它掉下去 于是我就神预言了 杯子叠我 这无人机早上在服务区还好好的 偏偏就在那一刻出了问题 巧的是 我只是开玩笑说了一句 但是我直升机就好 回程的时候 刚好有两架直升机 从我的头顶飞过 更巧的是 要是我没被这个骑车小人 耽搁了5分钟 我就不会坐上这缩矛的船 就不会在无人小岛停留 我就不会在取水的时候 恰巧碰上了一群 往湖心飞的蝴蝶 不是经常出现的 也不会刚刚好 在太阳到达这片水域的时候 我也刚好出现在甲板上 这一切都是巧合 就像包船那边来的 也是 特别幸运 那个船没有坏 我可能看不到那么绿的湖 有时候被换运器绊倒了 但最后还是得站起来 拍拍尘土继续向前 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 也许前一刻的倒霉 就是为了下一刻的好运气呢